解放军在8月对台飞带军演的这个要角 就是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换人 新上任的上将叫林向阳 他在9月30号以东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 首次的公开亮相 而原来的司令员何卫东上将 在完成了对台军演任务之后 是调任中共中央军委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协助习近平进行这个战略指挥 所以我想请大使来看一下 就是说怎么看这一次的解放军的这个将领调动 另外呢最近还有一种说法 我另外要请教您 就是大家都很担心台海会发生战事 不过最近有听到一个说法是说 随着中方的大外交的时代开启 所以这个台海的风险也因此而降低了 您的看法 中央军委现在也面临这个世代交替 因为现有的主席是习近平 副主席许其量跟张又霞 两个都72岁了 所以很可能现在外界推测是在军委会里面 负责政工的苗华 他是66岁 可能在当地补一个副主席的缺 另外一个缺很可能是魏凤河或李作成 中间的一个 现在还不知道 一个68岁一个69岁 然后这个台海帮里面 基本上除了福建人 比如说这个林向阳福州人 福建人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变成说 他们都在31集团军呆过 31集团军过去长期是对台作战的主力 甚至我们刚刚讲那个苗华 他也是31集团军出生的 呆过很长一段时间 那所以就有一个所谓的台海帮取代这个 这个越战帮的这个说法 不过这一次20大 我想基本上中央军委 还有这个高层 解放军高层 尤其几个敏感的军区 那么这些变化 可以显现出来 未来可能解放军 整个体系 军方 中国大陆军方 那么以比较熟悉 台海战略战士的这些将领 可能会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 包括这个何卫东 他也才65岁 他做完这个东部战区 他直接调中央军委 那就是基本上中央军委 就是在习近平身边的 最重要的幕僚 军事这个参谋作业 所有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可以从这边 这个人事变动可以看出来 将来台海的这个 这边的军事情势 可能是未来 中国大陆 军事部门 重中之重 所以大使点到一个重点 台海帮现在变成是 未来东部战区的一个重心 包括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也是 中央军委也是 对 委员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进一步的去 就是除了大使刚刚提到的部分 您会怎么解读呢 你刚刚第一题也说 美国在撞到它的 国安卷赛机构 达战略 他也认为台湾是未来的重中之重 美国都这样解读 中国大陆当然也会这样解读 不是吗 习近平未来的五年 就刚好就到2027 那也不就是台湾政策法规范的时间表 这完全重叠 所以也有人这个观点 就是中国大陆开展大外交 跟美国 因为跟俄罗斯死杠 所以是不是相对上 台湾在未来几年 至少两年 反而也不会那么危险 最近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林 他在9月30号接受了CNN的专访 他当时就被问到说 美国总统拜登 承诺过要保卫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 奥斯林是表示说 他认为拜登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的 答案是很清楚的 不过奥斯林认为 他目前没有看到在台海 有看到有迫在眉睫的入侵 用的这个英文是 Emminant Invasion 那他目前所看到的 是中国企图建立所谓的新常态 那包括相关的军事活动变多 还有包括跨越台海中线的 共击数量增加等等等等 奥斯林他说 这个台海没有迫在眉睫的入侵 这句话我们光从这个字句上去解读的话 是表达说美方希望降温的意思吗 不 奥斯林的谈话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他呼应拜登的讲法 说美国会保卫台湾 总统没有说错话 对对对对 就是国防部听起来也是那个意思 可是接下来他立刻又讲 那两年内不会发生 这个是重点 所以事实上他又不会立即说美国有 必须要立刻介入保卫台湾 是 那最重要是后面第三个部分 他说他观察到北京在搞新常态 可是他没有去界定那是什么 比如说跨越中线是吗 那美国是反对新常态吗 那美国所界定的北京在 酝酿中的新常态 是包括哪些事 我觉得他没有说清楚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北京在未来这两年内应该 不会攻击台湾 可是他要酝酿新常态 那他又没有去讲说 美国要去阻止这个新常态 所以我觉得 他这方讲话有点像套路 这个逻辑这样听起来好像 就是你看你听到了哪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听到的部分是两年内不会有大事 那有些人是听到 奥斯汀要进一步确认了拜登是要 所谓台湾 对 Depend Taiwan 对 看你怎么解读 不新能源车的销量现在是大增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说新能源车 老师你觉得在对整个车市的这个相关产业 会不会是在房市以外 让大陆的经济复苏的一个引擎之一 的确新能源车 现在是大陆它的这种经济模式里面 我觉得是模范深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供应端来看的话 就是现在亚洲最主要新能源车的生产众生 就是在中日韩 还有东南亚的泰国 那中国大陆呢 它现在其实也在东南亚做一些投资 就希望就是说把它的像现在的这个千年政策 产能没有办法在国内开出来的话 可能到东南亚去生产 做一些风险的管控 那另外以需求端来看 现在最大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新能源车的 这个市场就在中国大陆 第二是欧洲 第三才是美国 所以说又有这种内需的支撑 其实我认为中国大陆发展这个新能源车 那未来这个可能前景是不错的 那但是呢 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现在如果说想要在这个解封 清零政策告一段落之后 能够在这个拉抬它的经济成长的话 我认为中国大陆必须在需求端 世界的需求端找到新的定位 成为另外一个终端市场 那当你成为大买家之后 那未来呢 整个的这种经济拉抬 才会有比较有前景 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你说 还要再继续担任这种世界工厂的角色的话 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已经不太对了 必须转向需求找到定位 那这样子做的话 将来你说人民币国际化 也会比较容易达成 这个定位的定位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除了工厂除了市场以外 也是一个买家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其实多年以来 它是想要把这个经济体制 从世界工厂慢慢转向世界市场 对 那美国呢一直以来是世界市场 但是它要找回世界工厂的精神 所以这两个刚好是对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 我们一直看到这个美中 有一些争端的原因 那你核武就是相互保证毁灭 这叫核武 你也可以把它毁灭 那你毁灭地面上毁灭 别忘记俄罗斯还有水底下的第二级攻击 它可以把你完全毁灭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前CIA的局长这个讲法 还好他是前局长如果现任局长的话 那就挺麻烦的 你挑心一味更浓 对对对对 而且你要消灭所有俄罗斯的军部队 而且还用北约 我是觉得北约 有些国家可能不见得在那个时候 想要跟俄罗斯进行这么大阵仗的对抗吧 而且要打把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包括克里米亚的俄国部队一起消灭的话 这个是知识体大了 那现在我看大家比较理性的讨论就是说 在讨论俄罗斯的战术性核武会不会使用 战术性核武就是低当量的 在战场上使用 杀伤力比较小的 那战略性核武 昨天有一些图片出来 看起来是战略性核武 它那个飞机上在地 那个高速中跑的 那个可是洲际弹道飞弹 另外俄罗斯潜艇 他们这个北欧洲国家来说 看到俄罗斯潜艇 这个要试验这个奥赛东 就是这个海神飞弹 那是非常大的这个海雷 可以打数千英里的 数千公里的 那爆炸力非常大 它可以毁掉一个中小型国家 所以这些东西 希望是不会有会使用到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俄罗斯 真的要用战略性核武的话 我觉得它打击的目标 应该不会是这些欧洲的小国 那很可能就是跟着大的 这种有这种战略性核武的 这个这种实力的国家了 那美国会为这种一个俄乌战争 区区俄乌战争 冒着它这个保证被毁灭的一方的 这样子的风险的话 觉得也不太可能 那不过现在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很多真的消息 都是俄军是失利的 尤其在赫尔松 还有这个洪利曼 在这个顿内 顿巴斯地区 那个地方 那个重要战略地区 所以这是林奥比较忧心的 那人比较忧心的 那希望就是说 还是不要走到动用核子武器这一步 但是现在 我小谷一下 那个1996年 核子大国 他们共同签了一个停止核四报的协议 到现在还生效 那俄罗斯可以四报吗 还有1994年 乌克兰他要把他的核武器交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包括白俄罗斯跟哈萨克 他们都是交给俄罗斯 那当时所有的国家承诺的条件就是 在这三个国家不能使用核武 你觉得俄罗斯会破坏这个协议吗 俄罗斯是牵制国 他是牵制国 那你觉得他被逼急的会破坏这个协议 他就等于是违反1994 不能对乌克兰用核武 还有1996年不能用核爆 两个你都推翻嘛 对 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个呼应一下委员的说法 其实最近也可以听到说 因为客工的发言人也出来嘛 因为车臣不是 对 跟他们讲说要用这个战略性的核武嘛 但是你看到客工的回应就是 不要这么情绪的 就是做一些决定 他目前只有讲说 他不会首先用核武来发动战争 他说发动战争 他的用语啦 可是如果他被攻击呢 他就不回应了 而且也可以先用演习嘛 演习不行 因为如果释报 你就违反1996年 违反协议了 对